最近幾天南部天氣炎熱 還有旅客是發現到高雄 小港機場連室內空間也相當悶熱 原來是因為小港機場是屬於能源用戶 必說符合空調 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度的室內溫度 中國旅客擠滿高雄小港機場大廳 雖有空調不少人卻覺得悶熱 有人隨身攜帶小風扇 也有航空公司地勤工作區 航警辦公區都出動電風扇降溫 現場室溫多少望向溫度儀表板 卻發現被黑膠布蓋住 實際拿出紅外線溫度計朝著大廳測量 一度出現三十一度 也讓工作人員私下抱怨真的很熱 電風扇會給你們車會比較舒服一點 沒有 我自己穩住 機場這邊有調整溫度過 有 他們應該會調整 高雄國際航空站回應溫度顯示器 因為有問題修復中嚴格把關空調 是因為小港機場屬能源用戶 需符合空調二十六到二十八度規定 因為中英溫度過低收到經濟部 能源局警告單在違規得罰款才會控溫 希望多體諒不過能源局回應空調管理是指室內環境 平均溫度不低於二十六度 以於週六聯系輔導 業者可視場佔人潮及外氣狀況 適時調整冷氣溫度風量 也會持續輔導對方進行空調節能 診斷及改善 記者王康婷 許正俊高雄報導